踝关节介绍 龚四海中西医结合骨科 主任医师 踝关节是由骨性结构是 颈骨的下端 肥骨的下端 和聚骨的关节面 这样组成了个踝关节 这是骨性结构 我们分为内怀 外怀和聚骨 这样就它形成了一个关节 也是立即面最近的一个负重关节 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关节 这是骨性结构 对于韧带的周围 主要可以说是有内外侧 负韧带 当然还有后面的根骨和根腱 维持着我们关节的稳定性 这是它的解剖结构 怀关节因为怀鞋比较浅 容易扭伤 当你姿势不对 走路或者是注意力不及足 就会导致怀关节扭伤 甚至骨折 专家提示 一 颈骨下端 肥骨下端和聚骨关节面 与周围形成的关节 二 离地面最近的负重关节 韧带周围的内外侧 负韧带与根骨和根腱 维持关节的稳定性 三 怀关节较浅 容易导致怀关节扭伤 甚至骨折 这一段时间 感谢观看